下午三点的时候,稀稀利利地下起了大雨。 詹德洛妮法器店的生意顿时就变得十分冷清。 好吧,其实天晴的时候也一样冷清。 也因为下雨的缘故,店里光线很暗,也十分潮闷。 于是一个人手店的詹德洛妮就搬了张小板凳, 坐在门边,捧着一本书打发时间。 看了一会儿,又合上书本,双手撑着下巴, 一双大眼睛茫然看着吓得稀里哗啦的大雨。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连隔壁铁匠铺都罕见地停了宫, 整条街道就显得异常的冷清。 于是,詹德洛妮心情也如天色一般灰暗下来, 爱银月宝真是个无聊的地方呢? 或许,这地方不适合她,又或许, 她得去找好姐妹瑟兰迪斯聊天姐们。 但瑟兰迪斯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 她成了生活优渥的贵妇人, 也不知道会不会嫌弃自己的布的体。 也担心自己满身泥水的靴子弄脏她家的地板。 就在百无聊赖时,一辆马车快速行驶过来, 马车夫明明仍旧坐在雨中, 但身上却是干燥的,雨水一直躲避着她。 詹德洛妮忍不住笑, 啊,法师的马车夫真是幸福啊! 要是其他人的马车夫, 这会儿旧的淋雨驾驶马车, 顶多穿一身油布斗篷, 但那玩意只能防小雨。 嘚嘚嘚! 马蹄声竟然在她店门口挺了下来, 詹德洛妮眼镜一亮, 啊,下雨天竟然来生意了啊! 算起来, 这应该是她开业以来第三单生意。 第一单卖了个光亮戒指, 第二单卖了一个闪光顶针, 若不是好姐妹瑟兰迪斯·康凯支援了她一千一百克朗, 她就真要吃馊面包度日了。 但这钱也不能乱花, 要尽可能多地存起来, 用来还清那老混蛋的欠款。 咔哒! 马车门打开, 走下来一个年轻绅士, 他头上撑开一个无形法术领域, 将周边雨水全顶飞了出去。 詹德洛妮已经起身迎接, 脸上流露出迎宾的笑容。 他隐约觉得眼前这个先生有点眼熟, 但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 没办法, 他总是记不住人脸, 可能是漫不经心, 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从小到大, 除了父母兄妹外, 他记住的脸庞不超过十张。 过了会儿, 又有一个娇艳的贵妇人走下马车, 然后, 那先生就掺着贵妇朝他走来。 詹德洛妮按着, 经营店铺守则, 第一章第三小节的内容, 开口打起了招呼。 愿黄金神眷顾你们, 这位先生和女女。 安娜, 你怎么来了? 来者自然就是罗森和瑟兰迪斯。 詹德洛妮满脸惊讶时, 两人已经进了店铺。 店铺里又暗又朝又狭窄, 罗森一进来, 就朝天花板横定了一颗低阶的魔光球, 随后又释放了一记若效干燥树。 詹德洛妮小姐, 练气通则, 第二章器械维护常识说, 潮湿的环境会大大损坏练气工具, 你就不担心吗? 詹德洛妮还没从惊讶中回过神呢? 我当然知道, 放工具的内饰还是很干燥的。 敷衍依据后, 话题立即转回自己好友身上。 哎, 安娜, 你怎么突然带学徒来了呀, 也不通知我一生。 我都没有什么准备, 我这连个水果都没有。 现在的瑟兰迪斯是爱丽丝, 她仔细打量詹德洛妮, 顿时一脸心痛, 啊, 詹妮, 你看着比以前瘦了好多。 詹德洛妮一看她这模样, 立即道, 好了爱丽丝, 把身体让给安娜, 我要和安娜聊天。 爱丽丝耸了耸肩, 这时间是借的, 可别忘了还我。 说完, 脸色就变严肃矜持了些, 却是安娜控制了身体。 她看着自己好友, 也是一脸痛惜, 詹妮, 你瘦了好多。 詹德洛妮无所谓耸了耸肩, 我这不是瘦, 是保持身材呢? 好了, 安娜, 别说我了, 你怎么突然来找我? 说起这事, 安娜顿时眼神明亮, 语气轻快。 有两件事, 第一, 我结婚了。 从今天开始, 罗森不再是我的学徒, 而是我的丈夫。 詹德洛妮嘴巴张成了 O字, 持续数秒后, 眼神不善看向罗森, 快说, 你是不是在哄骗安娜? 说完不等回答, 又看向瑟兰迪斯, 安娜, 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怎么能和自己学徒结婚呢? 她就是想免费学你的法术。 罗森心中一争, 哎呀, 这小姑娘的社会阅历比导师要多些, 难怪敢一个人开法器店。 众因好。 当然, 多得有限就是了。 瑟兰迪斯微笑道, 詹妮, 别激动, 罗森从没白学法术, 不提合我共享的珍贵知识。 她至今花在我身上的钱已经快超过2000克朗啦。 詹德洛妮脸色稍缓, 这还差不多。 但和自己学徒结婚, 年纪还这么小, 还是觉得怪怪的。 说着, 她又抬头看罗森, 双手插腰如护仔的小母鸡。 喂, 我警告你,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说服安娜同意和你结婚的, 你要是敢欺负她, 我一定和你没完。 罗森正要微笑表示自己的友善, 忽然想起瑟兰迪斯过去对詹德洛妮的描述, 就担心自己的友善反倒引起对方的厌恶。 她便立即板着脸, 但莫回复。 我自然会尽心尽力照顾我的妻子。 这还差不多。 詹德洛妮脸色好转, 又道, 那第二件事呢? 来这借你的工具打造一个法器, 当然, 租用费和材料消耗费会按市价给。 詹德洛妮高兴第一拍手, 啊哈, 一笔大生意, 我喜欢。 说完, 她跑到门口, 不知从哪摸出一枚银克雷抛给了马车夫乔伊, 冲她喊道, 嘿你自己去附近找个避雨地方吧。 乔伊就看罗森, 毕竟罗森才是她主人。 罗森想了下, 冲她点了下头, 你直接回去吧, 晚餐前来接我们就是了。 乔伊点了下头, 走了。 哗啦一声, 詹德洛妮将房门关上并反锁, 反正雨天也没有客人。 这么一来, 咱们就可以去后市专心打造法器了。 说着, 她朝瑟兰迪斯伸出了手, 法器图纸呢, 拿给我看看。 瑟兰迪斯一摊手, 我不知道, 你的问我丈夫。 你丈夫哦安娜你改口可真快。 好吧, 罗森, 图纸呢? 罗森指了指自己脑袋, 在我脑子里。 另外, 我只是借用你的工具, 你为我提供炼器材料, 并给我打个下手就行了。 嘖嘖你口气可真大, 上次还找我学炼器呢, 现在倒让我给你打起了下手。 当然, 只要你给够工钱, 我也没意见。 罗森便立即开始。 你这有纸笔吗? 有, 但只是木纹纸, 笔是额毛笔和碳笔, 你用得怪吗? 数个月前, 我和安娜也都用这样的纸笔。 詹德洛妮已经将纸笔递了过来, 罗森按照脑子里设计好的法器, 开始在纸面上快速写起了炼器书。 这炼器书内容并不全, 是专给詹德洛妮看的, 上面注明了她的辅助工作内容。 作为专修炼器的法师, 詹德洛妮对任何法器都有极大的好奇, 忍了下, 没忍住, 就凑到罗森身边看起来。 看了会儿, 他惊讶到, 学徒设计的法器, 有这么强大吗? 塞兰迪斯认真纠正, 准确地说, 罗森已经不是我的学徒了, 他不仅是我的丈夫, 也是中阶六星正式法师, 法力比你还要强呢? 詹德洛妮也是拉法雷亚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目前是低阶上等六星正式法师, 以他二十刚出头的年纪, 这样的成就已经相当杰出。 却没想到, 罗森十五六岁的年纪, 竟然已经是强大的中阶法师了, 这这真是不可思议。 他立即转头看罗森, 我的收回之前对你的轻视了, 也向你道歉, 罗森法师。 说着, 还行了个下位法师礼。 罗森抬眼看了下他, 微微点头致意, 无妨。 然后继续写起练器书。 詹德洛妮顿时就觉得罗森很专业, 心胸也挺开阔, 忍不住走到瑟兰迪斯摇耳朵。 安娜我现在理解你的选择了, 你这个小丈夫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看着还有点吓人。 不过这样更好, 比某些只会花言巧语的花花公子好太多了。 瑟兰迪斯本来觉得罗森今天表现有点怪, 但稍一想就明白了他的用意, 也不揭穿。 詹妮, 我知道你的意思, 罗森的态度的确有些冷淡, 但这是因为大家还不熟悉。 只要熟悉了, 他还是很随和的, 可以随便开玩笑。 是这样吗? 那挺好, 毕竟一直板着脸肯定很累人。 过了会儿, 罗森写好了炼气书, 将之交给詹德洛妮。 我需要这些材料, 以及需要你帮我干这些事, 你看下有没有问题。 涉及专业, 詹德洛妮立即收起玩笑心态, 认真看起来。 一刻钟后, 他点了点头, 这些材料我这都有, 但恕我直言, 这些材料偏低端了, 打造出的法器性能并不算好, 安全使用次数也不够多。 无妨, 先打个试试手。 说起来, 这还是罗森第一次打造除符纹石以外的正式法器呢。 詹德洛妮听的一声, 试试手什么意思? 你不会第一次打造法器吧? 咳。 罗森干咳一声, 詹德洛妮小姐, 这和你没关系。 总之无论如何, 在打造过程中造成的任何损失, 我和安娜都会全额进行赔偿。 詹德洛妮就感觉怪怪的, 有一种成为试验品的错觉。